鄉議局其中一個成員 梁福元 在電台節目中提及到收地安排 講到土地供應的問題 麵粉的問題 他有個語出驚人的建議 很難得地 我這次和他完全吻合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他有個建議就是說 覺得過去政府在陪農地的時候 是有點不公道 不劃一條線 亦都令到大家都是麵粉的時候 你收回來都是做公共用途的時候 為什麼有不同的級別呢 當然政府賠償的額是有原因的 我手上這裏就是 最新在4月1號 訂出來的每平方呎 即是每米的農地賠償金額 你看到有分甲業丙丁四類 最高的甲類就是在正 新發展區裏面的住宅地帶 他就賠到這個錢 當然你整個發展區有不同的位置 因應不同的工程收的時候 有這樣的落差 他自己就覺得很不公道 為什麼會這麼低呢 他開了個價錢 就說每平方米 應該怎樣都要有1000元的 我初步計算過 我就覺得他這個講法 其實不不差的 為什麼呢 第一他保留了 用收回土地條例去執行法律 比現在政府所講的 只是單邊地 講公私形合作呢 是來得簡單的 因為現在既有政策 既有法例 亦都是長久 香港開埠以來 這麼多年以來的 慣常操作 我看不到 為什麼政府現在 反而不講 收回土地條例 不走第三條 所講的公共用途 就去到收地 反而不斷講公私形合作 怎麼好 怎麼會飛到上天 那麼好 反而梁福元這個講法 就沒有脫離原本的框框 不過他不同意賠款 我初步計過他這個建議 就算我們將他的建議 所謂去到甲級的水平計算 其實對社會的公共財 和成本效益是有利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線索給我們 用東沖東填海為例 其實東沖東 就用了二百零六億 就是填一百三十公頃 平均每公頃就是一億六千萬 就是成本來的 鐵海 反而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經常針對著 譬如說 棕地有一千二百公頃 發展商手上的限制的農地 或者一些荒廢農地 有一千公頃計 那你條數以計 如果用這個角度 如果香港要填海填到這麼大面積 要一千公頃就要一千六百億 如果是一千二百公頃就要一千九百二十億 才能做到這樣的地面積 但是如果我們不去做填海 或者不是這麼大規模的填海 反而收回現在 在新界的棕地或農地 就用回同一條數計 我們每公頃只需要一千萬成本 即是說 收回一千公頃只需要一百億 收回一千公頃的農地 發展商農地只需要一百億 另外收回一千二百公頃的棕地 只需要一百二十億 我覺得其實高下立見 無論使用公共財 在原本的法例框架之內 執行的慣例 以至市民對於 會不會構成 官商勾結 利益輸送 這一個就很清晰 反而那種所謂利益 就不算是很利益 就是回回林鄭的說法 根據基本法 你收人家就賠錢給人 收農地就賠農地 不過人家不想你 會不會因為公共利益 因為時間的考慮 等等你可以有所調節 以至其實過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收地都有特惠金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探討的方向 我想在這裏回一回它 也都梁福宴這次 真是很厲害了 做了政府治郎團 一句KO了林鄭 即是他給了一條數 我們很清晰地證明 政府現在在講公私人合作 或者政府在講賴 為什麼不田凱勝 其實是多餘的 只要 將現在既有的政策修訂 以及握緊收回土地條例 已經解決到 我們面對的土地供應問題 OK 所以你會說 你會建議 因為我認為 I think that is a convention of Hong Kong We gain the land by the Land Resumption Ordinance And we have practiced for 100 years And also it can exclude the conspiracy of private and public collusion So I think it is a better way to resume the land Also today Mr Leung Fok Yun is suggesting a way of the compensation of the land Of the farmland And what he said is I think not very demanding And that could be a possible option for the future discussion Yes certainly it is possible It is much more cheaper than the recommendation land Because we should pay according to my calculation For example the Tong Chong East recommendation project We have to use We have to use 20 billion for 130 hectares But if we use according to the compensation program of the farmland If we pay 1000 per meter We just need to pay 10 billion 10 billion for 1000 hectares It is much more cheaper than recommendation land So the answer is simple So I hope that Carrie Lamb can master what Mr Leung said 那如果好像梁先生那樣說 其實你見到很多個離譜的事情 那裏特地也振進了 那裏特地也會是否已以任何一步接受 那裏特地也應該會進一步 我自己覺得 這個位置可以討論 因為始終甲業丙丁過去因為收地的時候牽涉到的地段 以及在收地NDA的新發展區的範圍在哪裏 有些關係 以及工程到底是修理作為新發展區 還是修理作為公務工程、天橋 又不同的 大家知道 但我覺得去到這個位 如果林鄭月娥寧願將巨額的潛在利益 和地產商分成 她說不是你的說送 但叫分成一定是 大家可以分成的利益 你都可以做的話 為什麼這個你不可以做呢 這個花的錢少很多 這個構成到的利益 所謂利益書上的潛在風險小很多 你可以叫做常規化 regulate這個做法 以後兩級制 甚至乎你說 因為是新發展區的 我們一概 統統都是一千元 一零四零那條線 我相信市民反而沒有那麼大反感 我聽下去 因為有數計 和每尺的價值始終是比較低 而現在我們用無論填海也好 現在她說其他開山拍石方法 以至搞郊野公園那種社會成本 社會價值都很大的 這麼爭議 但這個是不爭議的 現在都收緊的 剛剛在屯門 有一條入伙的屋邨 叫做欣田邨 其實是一四年的時候 一三、一四年的時候 收這個屯門五十四去紫田邨而來的 當時也是這樣做 其實是很快捷的方法 所以我想反駁林鄭的說法 其實可能她 不知是選擇性也好 還是故意錄維碼 但無論如何 今天梁福元做了智者 終於得到我的尊敬她 提供了一個 這麼有效的方法 也都作為建制派一個巷將 幫我們打了政府兩巴 我是非常之欣賞她的 OK 麻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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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